当平静的生活 在2020年的一场 席卷全球的Cornantine的笼罩下 人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生活发生了改变 首先把读大学的女儿 从这所以人去楼空的象牙塔中 接回了家 开始了网上的继续学习 至今已一年多了 特殊时期也给了我们彼此 更多的朝夕相处的机会 我又常常能听到 她那悠扬的钢琴声和乐耳的长笛声 也期盼着她能在安全的状态下 早日重返校园 疫情中 我家先生没有停止工作 非常担心她的安危 时时提醒她要加强自我防护 在家中 她已与我们开始了 分门出入 分餐和分居的状态 保持距离也是一种关爱吧 目送她的远去 我祈祷着她和她的同事们 健康平安 疫情下的我改变了多年游泳的习惯 不变的是门前养花 屋后种菜 不同品种的花 此起彼伏的绽放 赏心悦目 多种类的有机蔬菜 郁郁冲冲 硕果累累 用爱心做营养餐 为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些都是我在疫情间学习 并制作的小视频 当做日记 留作回忆吧 在紧张压抑的日子里 我们体验了全副武装的采摘蓝莓 以及湖边无缘地段的逗留等 其实一家人健康的在一起 就是幸福 值得感恩 清晨推开房门 我看到了东方黎明的曙光 也是人类控制疫情 战胜疫情的曙光吧 祝人人健康 家家幸福